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就说清楚一点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这次学堂的分组活动 我和阿喜被分在一组 你平常不是都跟阿福一组吗 方丈说 这个月已经同组过的人 不可以再同一组了 很合理呀 题目是萤火虫观察 刚好阿喜家的树丛 每天晚上都很多 所以每个小朋友 都需要到别的小朋友家过夜咯 没有 因为选了观察萤火虫 就要在晚上观察 有些人观察麻雀就不用 哥哥 好吧 那你要记住 去别人家不可以失礼 一定要懂得自爱 知道吗 娘 我知道了 小栗子你来了 快进来吧 谢谢 先把东西放到我的房间吧 小栗子 你别忘记是来观察萤火虫的 不是来跟阿福一起玩的 我知道了 你怎么跟我娘要不信任我啊 问题是你是值得信赖的人吗 我娘也是这么说的 先说好 一起做作业可以 我可不让你抄 好啦 小栗子的诗来一整天 我们只花一点点时间玩 不会耽误你的作业了 每次说不会都会 每次说玩一下都是玩很久 我太了解你们 你 你请小栗子来还这么凶 我是帮你照顾客人的 小栗子 萤火虫天黑了才能观察 我们现在要不要先去处局 好啊 哎 不行啦 我们要先做准备 准备什么 要讨论做些什么跟怎么来分工 你会不会很后悔跟阿喜分到同一组啊 我们蚯蚓观察组早就写好了 那是因为你们都随便交差了事 要把作业做好就是要花时间 好嘛 现在就讨论 讨论完了再玩吧 哎 完了 我忘了把作业带来 我就说嘛 你只想来跟阿福玩 我是特别拿在手上要带过来 结果小丽妹跑过来烦我 放在桌上就忘了 不完怎样你都得回家拿吧 那我先去做我的事喽 希望你能自爱的快点回来 我觉得只要是妹妹都会一直找哥哥的麻烦 不管是你妹妹还是我妹妹 真的耶 白跑一趟又要回家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我陪你回去好了 好啊 我觉得我娘比较喜欢妹妹 我觉得我娘也是 妹妹惹再大的麻烦都不是麻烦 我却总是被嫌捣蛋又闯祸 哼 为什么做哥哥的都那么倒霉 哼得太厉害了吧 爷爷 哥哥 小丽子 小丽子 你怎么现在回来了 回来呢 快带着妹妹离开这里啊 走得越远越好 不要再回来 一定要听话 不要回来了知道吗 爹 开门呢 小绿妹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会这样 这 谁会动啊 是什么意思 哥哥 哥哥 小绿妹 哥哥 到底怎么了 小栗子 你要学习成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这样娘会放心很多的 小栗子 可以懂试点吗 我娘和爷爷都在里头咳嗽 我爹可能也在里面 我现在是这个家最大的 也就是一家之主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我来决定 一家之主 我要照顾妹妹 小绿妹 你放心 我会照顾你的 哥哥 然后 接下来 该怎么做 爷爷说再也不要回去了 那我们要冲进去吗 我们要去救他们 翻墙吗 还是从哪里钻进去呢 不 我们先不要进去 可是情况好像很危急的样子 我 也许 哥哥 我决定去找方丈 去找方丈做什么 我们快点冲进去就好了 不 我娘要我做个值得信赖的人 爷爷赶我们走一定是有原因的 表示我们在里面对事情没有帮助 反而会陷入危险 也对 就算进去也要先通知大人 好吧 听你的 嗯 小栗子 你说什么 你们全家都在咳嗽 你还被赶出来了呀 我爷爷还叫我不要回去了 小栗子说不要冲进去 要来找您 哦 这是对的 小栗子先来找大人 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这是比较安全的处理方式 哦 方丈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呃 我们要先准备口罩预防感染 以免闻到什么让人咳嗽的东西 阿福啊 呦 你去找你爹 请他到小栗子家门口跟我碰面啊 嗯 好 我现在立刻就去 诶 等一下 方丈先准备口罩给你们 哦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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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栗子 嗯 嗯 嗯 方丈 嗯 来了 啊 哎 你别的 下盘得练练 爹 里面安安静静的有点诡异耶 哦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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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喝茶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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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您赶我和小栗子出来的 还把小栗妹也推出来了呢 哦 那是因为啊 刚刚我们在做辣椒油 这辣椒实在是太辣了 辣得我们拼命咳嗽个不停啊 泪流满面太难过了 你们是因为做辣椒油 嗯嗯 哈哈 所以 这是辣椒油引发的灾难 哎呀 怎么这么多人呢 娘 我们以为你们遭遇了危险 所以特地来救你们了 救我们 你还要我带着小栗妹 不要再回来了 不要再回来 我有吗 有 爹啊 您不是说 要小栗子带小栗妹去玩 我们就可以放心上后吗 我 我 我因为太辣了 又流泪 又咳得上气不接下气 一时勤急 我 我忘记说了些什么了 可能是在紧急的情况下 慌了手脚吧 我有说不要再回来吗 我也在场 所以我们才会以为 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 看来这是一场误会 哎 既然没事 那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抱歉 对不起 这样劳失动众的 不不不 平安就好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爷爷 不用自责 我也要告辞了 那我送两位出去吧 耽误了这么久 阿喜一定又要不开心了 这不是你的错 我可以作证 呃 是我的错 没关系啦 爷爷 都过去了 谢谢小栗子的用心 会找人来救我们 还把小栗妹照顾得那么好 我本来还要冲进来的 是小栗子不要我这么做的 还好啊 你们没冲进来 那时候空气中啊 都是刺鼻的辣椒味 近来恐怕会呛成一团了 我只是要你们暂时不要回来 漏掉了暂时造成了误会 爷爷 这误会可大了 对啊 暂时呢 οι 하게 有没有 有秘密 三字步 lässt 离联系